记者杨金城台南报道,明导魏德胜在台南筹拍大片《台湾三部曲》,充现和制到明镇时期的历史场景,后避台塘屋树林农场100公顷土地被评估为最合适,台南市政府提供协助,全力促成。 台南市一长赖美会今天20日也表示乐观其成,地方全力支持,如果拍摄基地在后壁将是西北大事,未来将有助西北就业、观光和地方发展。 魏德胜筹拍台湾三部曲,行政院长赖清德去年仍担任台南市长时市府及提供协助,赖清德上月在台南举办前瞻建设会议后,再度关心此案进度。 文化局、农业局、兜发局等矿局处会后,本月北上行政院相关部会简报,类美会也曾陪同魏德胜会刊屋树林农场,并与立委邻郡县拜会台塘洽谈土地问题。 台湾三部曲拍摄基地不只是作为拍摄影城,未来基地将开发为台湾历史主题乐园,占地面积估算要100公顷,开发时间可能超过67年,市府和各方推荐不少地点,后壁台塘屋树林农场被评估最适合,但只做不说,十分低调。 在美会说,无数林农场为在兰花生计园区旁边,交通便利又能连接关子岭,适合未来影城基地。 据悉,拍摄基地将一比一重建核制时期热蓝遮成,金安平古堡,普罗明遮成,金赤坎楼,台江内海,海贼窟等等历史厂。 静